我不太有跟女生相处了 你要自信一点 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眼睛要看着对方 我说你好你就是好 喂 乐姐 我想预言 男人没有清纯的啦 我觉得V姐对我在我的印象中 就是歌唱的好 嗚呼 9.4号小巨蛋 来吧 对 然后 然后 很会扮演唱会 很会 这是我的第一次好吗 我没有很会扮 我一年才唱一次 对 然后对 善良大方 慷慨激昂 你们很像在写那个 国小毕业经验词 没有没有 那个是一帆风顺 有情可贵 对 无问我 那拍完之后 一模一样 因为我觉得我在 开拍前 感觉的跟 拍完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对 就是没有加任何的 就没有减分 然后也没有 加分 有有有加分 对 开拍觉得姐弟练 我不会紧张 我几乎每一部都是 对 对 其实 不会紧张 我觉得把它当作一个剧本看 有没有喜欢那个角色跟这个剧本里面所阐述的情感 对 如果是喜欢的就会觉得其实跟什么练什么练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我觉得可能是跳舞啊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不太 我其实没有什么跳过舞 所以其实我发现跳舞的时候其实蛮容易 会有一种心跳加速感 因为你人跟人要贴很近 然后手要握得到手 然后可能扶着腰什么的 所以 跳舞对我来说一开始 从之前练舞到开拍都会觉得有一种 就是哇 原来跳舞是这种感觉的 你好适合演这些热舞社的男孩 我吗 你感觉一些年少时期会参加热舞社 完全没有 没有 因为他的那个整个人的造型 你看他头发颜色 然后会喜欢把自己的眉毛切成两道 是细 就是会让人家误解说这个小屁孩 结果他不是这样 他其实还蛮稳重的 都会期待啊 但我觉得就是 把它每一部慢慢做好 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一年都讲一样 就是 就是每一年评审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才是 能入围但很开心啊 但还是要看 有没有天时地地人和这样